基础精华液配方要点 精华液配方与化妆水配方类似,需注意当精油或香精等油性成分欲加入配方中时,该如何配物,并维持透明度。 而香液之处,在于精华液会用玻尿酸、三鲜胶或卡波姆等水性高分子成分,作为增稠剂,让整体外观变得比化妆水浓稠。 当然,精华液配方中的活性成分,通常也会因为配方预算的提升,而得以使用较高比例,但也容易影响配物的安定性。 精华液的孵出,主要受所使用的水性增稠剂,多元醇与可融化剂种类影响,基本上,当增稠剂与多元醇比例越高,孵出越厚,越有润感。 不同增稠剂之间,亦会带来不同感受,例如大分子波尿酸,涂抹时有厚度,且滑感明显。 卡波姆类则偏清爽。 另外当水性增稠剂用量越高,同样也越会在涂抹收干时,发生明显粘感。 精华液,示范配方,以大分子波尿酸,来调整,决定精华液的稠度。 其余参照化妆水剂配方。 调配A 项。 调配B 项。 将C 加入B 项。 将D 加入B 项。 调配A 项。 分别将BD 与E 项。 加入AB 项。 确认 pH 值。 之后,充填入屏器,即完成。 如果喜欢本影片,请帮忙按个赞加分享,并订阅本频道。 小提醒,记得按铃铛,不漏失最新影片。